這一棵站立在花蓮受風鄉光榮部落活動中心旁的刺童樹 已經有百年的樹齡了 這是在一百多年前七角川事件之後 一群阿美族人離開部落最後的落腳之處 當年為了安定團結 領袖就決定種下這一棵刺童樹 演變成後來部落的集會所 六月的時候居民發現刺童樹不再長出新葉子 才知道老刺童已經奄奄一息了 現年六十多歲的齊老說他童年的時候 這棵樹就已經這麼高大了 雖然這棵刺童樹早就已經被花蓮縣政府農業樹列管 但是部落居民並沒有感受到縣政府人員 對這棵老刺童的關心 經過居民通報農業樹科員 才前來了解情況 那我們就就回就是順便就過來看 看了之後覺得他他已經死很久了 死很久了 對 因為他整個樹幹他都已經是 可是豬人好像今年今年才開始開始 因為可能當地的居民都沒有通報 所以我們我們就沒有 沒有過來這邊看 另外這一棵刺童樹 樹幹上懸掛了兩塊鐵板 也有八十年以上的歷史 這是過去部落要進行會議 召喚七年婦女的時候的廣播系統 直到今天部落還在沿用這個傳統 說得不好的事情 都在喝山上駝 把水流 removed 提供 Colonel 就不用結得了 因為可能是發出的 再次振作 因為我們跟其他鼓勵 喧 這是 mucha 生命走到了盡頭 令居民有點感傷 因為他陪部落走過歷史 看著部落成長 居民為了感念這棵刺童樹 也特地舉行了祈福醫事來祈福 結束之後 農業處人員小心翼翼地 將樹枝砍下 部落居民在旁守候 而現在這個老樹旁 也孕育了新的年輕守護者 居民期盼這棵小樹日益茁壯 傳承老刺童的使命 繼續守望部落 記者卡召 花蓮壽風 採訪報導